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5月13日 今天是星期六 來到香港時間 星期六的晚上 我們繼續 跟大家 揭露這個 中國人的惡行 上一節我們跟大家揭露這個 內地的五毛 居然無恥到 就是去英國旅行 說到 國仇家閒 去到大英博物館 才來通編 時至今日 一個互聯網那麼發達的世界 你也不是真的要去到 大英博物館才知道大英博物館有些甚麼 在那裏 是擺出來展覽的 你現在 買著飛機票 去英國 吃英國早餐 吃喝玩樂 玩了幾天 去英國讀書 享受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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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遊覽旅行 終於 捨得 去這個大英博物館 然後就說自己痛哭 要光復中國大地 要奪回文物 然後哭泣 你也算很無恥 其實中國大陸 除了無賴的習近平政權之外 其實真的訓練了 14億人 可能有一半 可能真的有幾億 是有幾億的無賴 他們的行為 跟中國共產黨這個流氓政權 的行為其實是一模一樣 中國共產黨的流氓政權 也是會做相同的事 你說到 又是國仇家恨 又說自己怎麼文明 又說人家搶奪了你的東西 其實你應該快點跟英國斷交啦 為什麼 要有英國大使館 為什麼中方 要在英國有大使館呢 為什麼英國有大使館在中國呢 你說得那麼嚴重 你應該驅逐 英國人出境的嘛 我也是英國人 快點驅逐我們 香港有很多英國人 快點驅逐吧 這些人真是無恥到極限 我們這一節繼續要研究 還有很多這樣的無恥 中國人 這次 他們犯案 犯到日本 這次就是有中國大媽在日本 在日本挖號 挖號 也不要緊 在製造生態災難 結果當地人就是忍不住 要找警察來 就是制止他的惡行 最猜不到的事情 就是發生 居然是即場 求饒痛哭 真的充滿著 中國大陸風情 中國共產黨政權也是如此 你看看習近平 贏不到的時候 就會衝過去 跟你說要求饒 要伸出橄欖枝 甚至乎 不惜出賣娥爹 這節我們繼續說之前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節目按like 用社交媒體 分享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星期二新聞集團 記得訂閱了各位 我們有兩個是後備戶口 不過也很幸運 我們真的很久沒試過被YouTube停止 但是也是做成不時之需 所以請大家記得要按訂閱 我們也 繼續誠意邀請聽眾 經濟能力許可的聽眾 希望你付費支持本台 希望你訂閱Patreon支持我們 我們也有免費模式 希望所有聽眾記得一定要參與 方法很簡單 你一定能做到 打開我們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法 敬請大家 記得繼續幫忙 這個 就是叫做去挖河 在日本 也有 很多 河的地方 可以被人挖河 這次 就是有內地大媽 中國人 在東京的江湖村 在江湖村 就是挖河 然後就跟手 把蠔殼四圍丟 當地人 一早已經相當不滿了 因為 蠔殼丟到周圍 也是 有很多人 不小心踩到 可能會受傷 當地政府 需要動用地方資源 故意 找人 把蠔殼清理 日本YouTuber 揭露這件事 他 經常去江湖村 巡邏 看看到底是甚麼人那麼缺德 專門在那裏挖河 然後把蠔殼 明明有警告牌 叫你不要這樣做 繼續 把蠔殼丟在那裏 早兩天就上傳了影片 說他拍攝到一個來自中國大陸的大媽 繼續在江湖村 就是挖蠔 挖蠔也不要緊 他 很有技巧地把蠔 放進去 這個 瓶裏面 蠔殼 就是隨手丟在當地的地上 其實他是亂拋垃圾 這個YouTuber 就忍不住要報警 於是 日本的警察就來到這個地方 跟著就上前 就是去質問這個大媽 你到底 在這裏做甚麼呀 你 有警告牌寫明 叫你不要在這裏亂拋蠔殼 這個時候 中國大陸無賴上演 他們真的 相當之反映着 這個所謂偉大民族 還有 這個無賴政權 他們立即 施展 一哭二罵三上調 他首先 大叫自己 我聽不懂日文 不知道你說甚麼 然後警察 就是用翻譯機 跟他繼續對話 這個大媽繼續說自己 我今天才剛來的 是我第一次來這裏 之前沒有來過 說自己日文聽不懂 實際上 這個中國大媽其實已經 在日本住了4年 當被警察問他 你有沒有 在留卡的時候 他又說在留卡沒有帶在手 其實警察就不是來抓他 挖蠔 但是就說明 那些蠔殼 不可以 亂丟 後來這個大媽 知道自己 未必會被抓回警局 於是 就叫做雙手合拾 在哭著求搖 就跟警察說我以後不敢了 好害怕呀 後來警察就說要帶他回警察局 然後他就展開 一哭二罵三上吊 在這裏求搖 在這裏痛哭 說我下次不敢了好害怕呀 又指著這個他挖出來的蠔 裝了一個瓶子 就說這個 我現在不要了 就是把他的 戰利品 要歸還給日本 其實搞了那麼久 日本警察就不是真的要來抓他 知道他 亂拋垃圾 亂拋豪殼 令到當地人相當困擾 所以 才來警告他 叫他不要再亂拋垃圾 繞釀了一段時間 到最終 到最終 這個日本警察也沒有帶他離開 放過了他 但是他 整個表現 真的充滿着 中國大陸政權的風情 首先 劈頭第一句 就說自己第一次來 這個肯定不是事實 他們說大話近乎當吃生菜 然後又說自己聽不懂日文 如果他不是在 東京這個地方被警察拘捕 如果 他是戰狼上身 他就不會這麼說 就會問你為什麼不說普通話 這個就是 中國大陸政權訓練出來的 這一群五毛 以及小粉紅的特質 他們 在自己勢孤力弱的時候 又會哭又會叫 又會說大話 為自己辯護 當他們稍為 站在有利的位置的時候 他們就會出來叫囂 例如在台灣 他們 知道自己不會被人拘捕的時候 就出來大大力示威 當警察說要拘捕的時候 他們就立即收隊離場 其實他們的行為 亦都跟香港的那些藍絲 出來示威 要警察保護他們 是相當相似的 有利的時候 他們說話零射大聲 一不利的時候 雖然正常的人都會有類似的情況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 到失利的時候最多就不出聲 但是 國內人 這群五毛戰狼 就是有一個特質 他們是會求饒 是會痛哭的 他們 真是 為了要叫人家放過他 在七情上面 其實這個真的充滿著 習近平的外交作風 當全世界包圍他的時候 他躲起來 就叫外交部做戰狼 出來就說 14億人民要向你說筆 當形勢對自己不利的時候 十幾億人民 要求解封 差不多要倒台了 白紙革命爆發 他 立即順從 再被國際包圍的時候 他又要伸出橄欖枝 又要找美國對話 又要去法國找馬克龍 又要去找巴西總統 然後俄羅斯 甚至乎投贊成票 要譴責俄羅斯 那頭才見完普京 那頭又出賣普京 中國大陸的五毛 是有齊了 習近平的影子 實際上習近平的工作方式 也是一模一樣 習近平如果 是到了被拘捕的那一天 大家猜一下 他會不會跪地痛哭 我覺得他會這樣做 我會求別人放過他 大家又覺得 你可不可以放過 一個這樣的人 你一放過這些人 他說完謊了 抽身離開 他 一定是反咬你一口 所以 其實不可以放過他 我們這一節 跟大家 暫時揭露到這裏 多謝大家繼續支持